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叫李明君 今年23岁 来自河北宝定 然后我现在自己做微雕 以后打算从事自媒体的行业 今天来到现场 是想找到一个运营团队 或者设计师助理的职业 谢谢大家 我们眼前的这位求职者 在所有的求职者当中有一些特殊 昨天我恰巧遇到了他 其实是希望能够帮助他更好地了解我们的舞台 但是就像现在眼前我们看到的明轩一样 他太紧张 给我气坏了 我教了他一下午 他都没学会 然后一怒之下 我们俩就发生了一点肢体 给他们展示一下 我最后给你弄成什么样 我的天 那以后我们都不敢得罪你了 太危险了 所以说谁再不听我的话 我就朝着他 比如说像潮汐 这一下 我拿板打 但我有个疑问呀 这么深的伤口咋没有流血呢 血止住了呀 现在伤口结痂了 那不都结疤了吗 那也太快了吧 但是他今天上台还是紧张 我就特别不爽 我要惩罚你 来 把手伸过来 那只手 我教你你怎么记不住呢 哎呀 疼不疼 不疼 为什么不疼 告诉他们 这个是一个假的 贴的假皮 我怎么敢打人呢 吓死我了 这个这个很厉害啊 明君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啥 这个是用硅胶翻的膜 然后我以前的工作是化妆师 还有特效化妆师 从业大概四年的时间 特效化妆师 对 然后我看你这只手 靠近我的这边这只手 也有一个 对 也是类似的处理是吧 这个就没有贴甲皮 这个就是用的商效油彩 它其实在这只手上 右手上 就是类似于我们的拳 手打了一些重物 然后挫伤是吧 擦伤 那能不能抹去以后 让我们看看 当然可以 来 看看见证神奇的时刻到了啊 这是专用的油吗 对 这是我们卸妆油 哇 这个好厉害 哇 真棒 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个 大卫老师的演技真好 因为我刚才看到伤疤的时候 我注意到他这个右手的这个挫伤了 所以我相信了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化妆师 我是在高中毕业之后 然后去学的化妆 然后就从事了剧组这个行业 就像刚才啊 你给我们展示的这个伤口啊 还有这个擦伤啊这些妆 一般要画一个大概多久 像这种需要贴假皮的妆 就是贴硅胶的这种妆的话 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 这种就简单的平面的伤 就是现场自己发挥很快 大概三五分钟 五分钟到十分钟都有 你今天来找的是一份 和你这个化妆师工作 完全不太相关的设计师助理 还有媒体博主 你怎么考虑要转行呢 因为我以前有一个爱好是就是微雕嘛 我高中的时候学习的是美术 每天就需要大量的去削铅笔 当时我就在想我们所有人都一样 我能不能和别人不一样 我想创造出属于这根铅笔就让它属于我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进行了第一次创作 我在铅笔上雕刻了一个简单的图案 后面就作为爱好 就一直在坚持着 这是一个系列的作品 这个系列是手 一二三四五 这个好 这个是蜘蛛侠 因为我有一个蜘蛛侠的玩偶 太难雕了 那你这个铅笔心 做的这个微雕 你还上色了 对 我想问你 雕咱就不说了 那肯定很难 你这上色你怎么做到的 就是用特别细的那种刷子 然后一点一点的去上色 你做一个这个多长时间 就说这蜘蛛侠 蜘蛛侠大概做了三天左右 你三天做 你给我三十年我也掉不出来 这个就是一头健壮的牛 然后带着牛年大吉 哇 那根绳特别难掉 太难掉了 对 这个是牛的尾巴 然后拖着牛年大吉往前面走 哇 你手好巧啊 这个是微博的热搜 因为二零年年底 我上过一次微博热搜 这个我看过 他上过新华四点的一个转发 你好酷 有才啊 但是吧 我作为非你莫属的主持人 我现在就有点困惑 你怎么会来找工作呢 因为我也算是 二零年才辞职的 所以我目前就是靠着 以前的存的一些钱 积蓄 对 以前的积蓄 来维持现在的生活 虽然我上过两次热搜 然后也获得了一定的关注量 但是并没有人知道这个是我 也没有人知道就是说 怎么来联系我 他们找不到我 这个就是目前来讲 这个是我要讲的一句了 你作为自媒体人 也想将来在自媒体行业 去做一番自己的事业 在等别人找你和主动你 去找别人之间 你到底选哪个角色 我想去主动找别人 对 你要想办法制造 怎么找别人的思维路径 然后你会有一番视野 所以我想找一个运营团队 来帮助我 打造你 对 因为我想就是专心地 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把它做得更好 更细致 更精细 那你今天有意向的企业吗 有 见解传媒 见解传媒 还有威梦创投 威梦创投 希望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就是地点的话 我希望是在北京 或者我自己的工作室 你的工作室是有固定地点 还是说你到哪儿 工作室的团队就跟你到哪儿 工作室目前来讲就我自己 因为我也是刚刚起步 如果有更好的 我可以先放下我的 我自己的工作室 我给你纠正一个概念 因为你毕竟是 把我作为你首选 你站在这个舞台上 叫找工作 你刚才表达的那个观点 叫找活 就如果我给你一个活 那就不是在这个台上了 对 我们私下来可以谈 是 好 但是如果你找工作的话 你就必须有完整的职业心态 而不是一个找合作 找活的心态 我这个也就是算是一个副业吧 因为我也是刚刚才起步 我刚刚才装修了我的屋子 然后这个也只是一个大概的设想 我正要去 马上就要去做它 它身上具备着那种匠人的精神 就我认准我自己最擅长和感兴趣的那件事 我就一钻到底 同时呢 它证明了一点就是 张扬的人未必有本事 有本事的人未必张扬 我觉得如果说你能成为一个IP 那我建议你做微雕 因为这个东西是极可能出来的 而且它的个性化极强 但如果说你要谋生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做这个特行师 特效师 但我认为就是 可能做微雕的天花板并没有那么高 然后呢做这个化妆师 除非你变成了国际一线的这种 大排化妆师啊 这个收入也不菲 但是从正常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的天花板会低一点 同样的时间和同样的努力 或许你选的这一条赛道就更加重要 我觉得这个是要有个定义 微雕到底是一个事业还是一个活 如果它可以规模化或者是标准化生产 它是一个事业 如果它的用户群只是私人定制 或者是偶然私人定制 它只叫一个活 如果它是活 它支撑不了你的事业 或者支撑不了你整个的事业盘的时候 我觉得只是把它当成私人的爱好 该工作工作 该打工打工 这是短线和长线的问题 可能做化妆师 你可以解决你的升级问题 每月能挣几千或者一万多块钱 那么做微雕的话 你要需要不断地去让自己精进 让自己变得非常牛 因为这个做铅笔芯的这个微雕 我也见过很多人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你是否能够成为那个最牛的那个人 所以两个我觉得未必就是非得选甲和乙 两个先做 那个是一个慢活 这个是马上能够解决生计的问题 从事微雕呢 也不是说 也不是就一直单独的 只雕铅笔 然后只从事这个 然后接一些私人定制 就是这样的话 我一年也出不了几件作品 它也 一件作品也不会卖得特别贵 给我带来不了太大的经济收益 然后我这微雕 其实就是一个理念 精致 独一无二 可私人定制 根据这个理念 我还会有后面其他的衍生品 明确你是对自己想要什么非常清楚的 你这样的学历 但是你用你的学习力 拥有了两个技能 而且你现在是一个自雇人士 就是你如果说 特效已经让你能满足生存 你就让它去继续满足你的生存条件 但是另外一个是你的梦想 可是它还没有看到太多商业模式 你是需要去拜师 去找到做你的这个微雕领域当中的导师 他们是怎么去商业化的 去学习 两条腿同时走 好 感谢雅云老师 第一环节的最后 各位企业家 请根据我们求职者的表现 做出你们的选择 好 第一环节的最后 还有四盏灯 接下来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财 我要给他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灭灯 我觉得我灭灯 我在帮他 如果我要给他留下一个残余的希望在这里 他可能在希望 在理想和现实之间 还是找不清楚 这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之间应该存在三种隐形关系 第一种可能是我服务你的甲方关系 叫服务商 第二 我跟你是合作关系 我跟你进行 我来包装你 打造你 然后形成合作 这都不是在这个舞台上的 第三种是职业关系 你到我那儿去打工 但如果你到我那儿打工的话 以目前这个状态 倒不是我需要的人才 我是感觉到他是非常有主见的 我希望进一步看到他一些品质 我觉得我是甚至在想 就是他 比如公司给他安排一个什么职位 他既能够把目前 他能养活自己 同时他又把这个爱好 当作他自己的事业传承下去 我可以把刁平成礼物送给朋友 也可以 我真是这样想的 风哥 你想不想看看他那个 有没有真作品 对 我就想看他的作品 想看吗 想看 想看的话 来欣赏一下 我们的求职者明君 今天为了求职 带来的一些微雕实物 简单介绍一下 这几件作品都是什么寓意 这个是我做的一个忍者 然后这个忍者特殊的寓意没有太多 然后因为它下面有一个小的 这个是一个自动签心 然后大的和小的是一样的 这个当时是就是说 想试一下自己能不能行 你这活太细致了 巧夺天工 他这小的 标得太好了 大卫老师 谢谢老师 我申请上来看一下可以吗 来 张峰总有请 对 我就不相信他们看得清楚 就算我老花眼看不清 他们的眼睛也不一定看得清楚 他们跟我这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视力是没法比的 小叶 跟我有同感吗 看完这个 对 真的是考眼睛 而且他这个 就是他这个 尤其是大的这个 我能看得比较清楚 我觉得他这个雕刻的细节 还是比较精致的 尤其是包括那个帽子 梭立的那个边缘 对 然后那个就是处理 细节 对 处理是比较成熟的 包括皮风上的那个褶皱 对 都有 而他做了一个这个人体是悬空的 就这个有一点设计就很好看 其实刚才我特别想说 就是他这个东西 如果只是存在于技巧之中 其实他的未来的路是非常 非常天花板很低的 但如果一旦放入了思想 放入了设计 放入了文化 才能够走得远 我觉得啊 就这么多人喜欢 包括你的作品 对吧 被转载1.5亿次 对吧 在1.5亿次里面 我们就找不到 1500个人来买嘛 这个机会还是有的嘛 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因为他需要一个 市场教育的过程 他的整个的制作时间 大概三到五天 才能出一个作品 这个时间成本怎么计算 就是产能和定价 其实是我认为 是他面对的一个壁垒 又回到刚才 咱们第一轮说的 理想和现实 理想当中 这个东西似乎能养活自己 但现实面临着种种困难 如果真的有1500个人 刚才杜老师算了一笔账 三到五天做一个 用不了那么久 以前需要三到五天 你现在最快几天做一个 一天 好 那你一年就是三百多个 1500个人 要想都买到的话 要排五年 这个理想和现实就有差距了 如果他要把这个记忆 交受给别人的话 又面临着一定的风险 就是迅速会出现 同类的竞争者 所以还是归到那两个词 理想和现实 对吧 其实每一个职场人 在不同的阶段 都会面临现实和理想的冲突 因为你的每一份选择 能不能让你的理想 能实现取决于你之前的能力 有没有匹配得上 如果你今天所热爱的领域 它没有商业变现的价值 请你先让自己 有生存的能力 因为人生很长 理想如果它真的有 能够实现梦想那个阶段 它是建立在 满足你自己生存的 条件基础之上 所以学会去规划 自己能力的精进 利用八小时之内求生存 八小时之外求发展的原则 一定是能够让理想照进现实的 好了 第二环节的最后 有请四位企业家 根据李明君的表现 来做出你们的选择 叶登师兄欣赏你 因为我觉得你确实 有这种工匠精神 你有你的梦想 而且很执着 这一点我就在你 这个小小年龄当 你现在年纪还这么亲 就有这么坚持的理想 我就特别点赞 因为我觉得就是 我们每个人在一身当 要找让自己燃的事情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但你现在就做到了 但是你的商业化部分 可能不是你的强项 我建议你以后 未来的话 做好你自己的本质 坚持你的匠心 把作品做好 同时看能不能找到一个 能够帮你商业化的合伙人 然后把这个事情做好 很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 精美的微雕作品 希望以后能够在 各种各样的场合当中 看到你的作品 也听到李明君这三个字 谢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再见 关于老板的建议呢 我会接受 并去认真考虑 关于我以后的规划 目前来讲 我是想先坚持我的梦想 等梦想告诉我不行的时候 我再改正 来 让我们掌声请出求职者 蒋自立 二十三岁 大家好 我叫蒋自立 今年二十二岁 来自重庆 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 在这边进行自我展示 以及求职 谢谢大家 自立 平时有什么爱好 我的爱好比较多 我主要的爱好就是写作 看书 诗词 然后练舞 也可以说是健身 还有就是赚钱 就是这些爱好 诗词这方面有多少研究 诗词这方面 我觉得我的积累量 应该占一千首以上吧 我也不说 随便给我们来几句 你就想到哪句说哪句 一直说到你说不下去为止 这个可能就时间不够吧 那你就先来了 好 就天生我柴必有用 千金善进环复来吧 这就印了这个第二环节 平时说话也是这种感觉吗 我的书卷器和那个上舞器 其实都存在吧 我觉得 文武双全 像潮汐这样接受过专业训练的 你能打几个 你告诉我 我可能估计打一个吧 估计打一个 你要不要跟他试一下 其实我们 试试试试 对 我们试 我们这么多人啊 就想看他被打 对 对打吗 不是 小伙子 你可想好了啊 我可是正儿八经练过的 我不赞成库尔特这个建议 打不打得过放一边 我主要怕潮汐 讹上我们求职者 算了吧 我们换过人家吧 你的这个职业经历 一九年以前是做淘宝店主 和游戏商人 然后后边最近的一份职业 就是陪玩 对啊 是的 陪玩吧 就比如说带恋 就是带恋别人的账号 还有说就是陪恋 就是陪别人一起玩 这个收入怎么样呢 你写的是无底薪 按时间收费 对啊 因为这个就是有单职 它就有钱 没单职它就没钱嘛 那你现在的主要收入来源 是什么呀 我现在主要收入来源 就是我自己也玩一些游戏 当然不是说陪玩 就是我自己也玩游戏 然后去 操纵一些游戏账号 去进行赚钱嘛 这个能养活自己吗 这个可以的 一个月收入一万左右吧 最高能到最高 一万左右 对 这个看个人愿不愿意辛苦 我看你的这个简历当中 还有写到 生活中最印象最深刻的事 曾经在饭店里 有一次被开除了 因为什么被开除了 因为那个我当时 我是想着 古人他都是那种上学嘛 就比如说李密留脚挂书 然后宽恒 他是着笔头光 我想着我端差的时候 还这样学习 可能老板他会赏识我 来 假如这是盘子 这是一盘菜 给我们还原一下 当时你是怎么做的 先帝创业未办 恩忠道不除 今天下三分 一周期 你那些服务员 你那些打打打打 对 你刚才背的是什么 出师表 我今天刚起了赵开公司 你给我来个先帝创业未办 忠道崩足 你一个出师表里 再给我选一句 重念 陈怡开张盛听 以光先帝宜德 你那意思我小心眼的 宜德 没有 我要是小心眼 那也是因为我那合伙人 潮汐的事 你这再可出师表里 再来一句 好 寿命以来 树叶优态 恐托父不孝 以伤先帝之名 来 咱结账吧 我不迟了 他那意思就是 我可能跟潮汐合伙 所托非人 对 你念的这几句 作为我一个假如说 刚开张 刚做企业家的一个人来讲 我听得一句比一句心凉 我知道老板为什么开除他 单来一盘菜 慷慨激仰地念诗词 口水全喷到里面去了 我觉得这个事吧 如果是说呢 平时在上菜的时候 还真不行 但是如果大卫跟潮汐 是合伙人 今天这个出师表 还真的挺契合的 你回应一下 最后因为你这个行为 是老板发现了 不满意辞退了 你还是说客人投诉了 是客人投诉 然后到老板那里 就把我开了 他投诉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说 像那位老板说的 就是那个 他怕口水溅到菜里面了 虽然其实没有 没有 你怎么能保证没有呢 因为我能控制我的唾液嘛 没有 你知道吗 你上菜的时候 念诗显得我们特别没文化 长点这个记性吧 下回咱不这样 是的 我相信你有这方面的基础 你也有这方面的能力 但是有的时候能力用错场合 容易弄巧成桌 今天来找一份什么工作 我觉得销售还有文案策划 这些都可以 有一项企业吗 一项企业 我觉得我这个工作 选择工作都是大众化的 什么企业都可以 也对 然后希望薪酬是多少 我写的三千加 因为我觉得这个钱不重要 因为我之前一个月也能赚不少 但是我觉得那个没有提升空间 地点的话我没有要求 因为我是全世界周游的那种人 我想到一个论坛的一个获奖 因为他要求的是文案 因为我们是有策划工作的 当时我写的是我的相亲经历 我们那个论坛是个相亲论坛嘛 然后点那个点赞量和浏览量还挺高的 就拿了一顿奖 有奖金吗 没有奖金 只有一个奖品 大家给你留言都反馈怎么样 反馈有支持我的 也有嘲讽我的 觉得我那个恋爱太幼稚了 也有这样的 也有说文差好的也有 我不赞同 过于片面 既然是写成了小说 它里头一定有一些虚构的成分 对吧 在真实的基础上 艺术来源于生活 但高于生活 对吧 那你说说你的经历 我们帮你来判断一下 来驳斥一下那些 说你幼稚的人 就是二年的时候 还是春节之前嘛 我当时都没顾着和家里人见面 就和家里人团聚 我就直接飞广州了 因为当时就网恋奔线嘛 因为奔线 它是不允许我过去的 但是我就想过去见见他 他说见面太仓促了 他就说最好不要见 是 然后我就在了沙发上 和他继续网上聊天嘛 然后我看到了新年到了 我就给他转了一笔账 转了五千万百块钱嘛 然后他就特别感动 他说他问我要不要结婚 这个话题提出来很长出 但是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嘛 你同意了吗 结婚 我就同意了 然后有一天 他就来和我见面了嘛 也就两天之后 然后我感觉他挺娇小的 就是说没有照片漂亮 就有浪漫一点失望其实 你们恋爱了多久啊 恋爱了半个月吧 半个月 对 半个月 最后是谁先提出来分手的 他先提出来分手的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因为经济原因吧 还有就是我当时情商不够高 经济原因呢 是因为他是广州人 他要去在广州有一栋楼 我说了一下 一栋楼怕得也要几千万吧 他那个消费官又和我不一样 就比如说嘛 他那个玩个吃鸡 他也要花一千多块钱抽皮肤 他要跟我说 其实就是让我去报销嘛 那你回过头来想 你喜欢他吗 其实我也不说喜欢不喜欢 就是习惯了吧 习惯了喜欢他了 当然并不是说真的爱情 就是说习惯性地付出了 你还是看人家长得不够好看 对 你的这个刚才 你这个整个这个故事 是写在你的小说里了吗 对的 是写着我小说第一段 我自己还理了一个题目 叫什么名字 叫霍乱时期的爱情 没有 叫爱情总有连线 幸福不会久远 就是这个小说获得了二等奖是吗 是的 而且我那个小说 其实还有很多经历 我现在来不及说出来嘛 就是把一个大概的梗概说出来了 其实启程转合是有的 各位想一想 他来找销售港 就他刚才这段自述 你们觉得从销售的角度考察 给他打几分 十分满分 三分 他要销售自己 他通过这段故事没有打动我们 反而让我们觉得 他是一个好色之徒 就你销售 你的话术也好 你的动机也好 没有能够让 把你的印象 在我们这里得到生活 我觉得你们打分从这个故事上打得太低 7分有点高 我觉得6.5分差不多 为什么 我看出来他的真诚 第二 善良 他没有选择伤害女孩 还给女孩送的东西 他只是不懂爱情 不知道怎么拒绝 我觉得那个风格给的分有点高 我觉得这个孩子缺在哪儿了呢 我觉得他常识和分寸感都不是特别好 反而这两个点都是在策划和在销售上面需要的 你跟大家分别说一下 你写了三个销售策划和管理 先说销售 你觉得你性格当中 哪一点最适合做销售 一点就行了 我觉得就诚信和知识面吧 我认为销售主要是打动人来买你的东西 然后如何去打动人呢 我觉得要分为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两个方面去打动吧 策划 之前就比如说 那个游戏里面明天要出活动了 我会提前一天把这个活动写下来 然后让他们来我这预定 这就给优惠嘛 就相当于提前垄断一个市场 你会写策划方案吗 策划方案我没写过 但是我有一个大概的思路 思路没有用 策划方案有没有写过 这个我没写过 因为我比较想 当然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我学习能力比较强 去接受这个新事物也很快 也就是说策划也好 管理也好 这两块你都是没有经验的 是相当于没有经验 是靠脑补出来的 觉得自己能管理 或者觉得自己能策划是吧 是的 你是1998年的人 你换了20多份工作 你这都两个月实在是太拘泥了 虽然那个商风总提的问题有点过时 但是他提的问题背后的原因是在于说 你找了20多份工作 有没有你喜欢的 觉得自己特别喜欢 特别擅长 特别适合的 你这个评价就很过时 其实没有 因为有的话我也就不会在这边求职了吧 对不对 你说我知道自己要什么 然后20多份 有没有你排序的话 最喜欢的工作是什么 排三个 排三个 其实我最喜图的话 那还是我自己当老板的了 几个职业 好 有这句话就够了 来吧 各位企业家 根据求职者蒋自立 刚才第一环节的表现 来做出选择 恭喜你进入到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财 好 其实我个人的才能吧 就我之前就说的 就赚几个钱 然后写几篇文章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上不了大雅之堂 我觉得能拿出手的 就是我个人的这个定理 就是一种 泰山崩于前额舍不变 迷路心于左额目不顺的能力吧 就是说 那个大学里面有句话 叫定额后能进 进额后能安 安额后能绿 绿额后能得 就是说的这么一句话 而且就在前几天 我还从一写到十百多 我还拿了一张纸 可以展示 就是说好写数字 这个其实就是个人的一个专注能力吧 成为一一连续写到了十百多 就是像这样的 虽然我只写的不是很好 然后定理还可以表现在学习方面吧 因为定理它就是排出杂链 就像我现在 可以专一地进行到 我不擅长或者不感兴趣的 学习领域里面去 这可能是我具备的一些优势 用在这个求职里面了 我觉得我可以很快地融入一个新的环境 去学习新的技能 还有就是胆量 因为我是练过武术的人 就练过武之后 整个人会表现得比较自信 自立我想给你发八千块钱招你 然后你告诉我一下你有多大胆 就是说只要不违法都可以 你做过什么 表示你大胆呢 大胆就比如说我看恐怖片 或者说看那些恐怖 去鬼屋 去那些冒险的地方 我都没有什么改 都面部肌肉都不会发生变化 就是说 处变不惊 那你讲讲破例 破例的话 就是说 我之前也有一份 就是我做商人的时候 也一个月曾经赚过三万块钱 但是我还是觉得没有提升空间 就把这个就不做了 他一点资产经验 一点资产能力都没有 他有很丰富的想象力 和对自我的这种 美好性格的自恋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 不断不断地挣扎的一个 叫小狼一样 他有狼性 他有自信 但是他在拼命地挣扎 他不想归于平庸 所以他不断地给自己打气 不断地给自己去寻找机会 你有没有感觉到 他身上没有一点点的职业 规范这个基本素养 他散养的你知道吗 就是野性十足 但是充满着自信 培养你的成本确实很多 我觉得自信这个词 是一个正向的词 但是如果你没有自信的资本 这个自信这个词 就没有办法匹配 因为那个是盲目的 自立 我给你一个建议 在职场上面 我觉得你现在 之所以前面两份工作 是三千块钱 原因是你现在 只会单向输出 如果你想未来的工作 上升到五千块钱 你要学两个字 倾听 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他的职场情商课 上司脾气不好 喜怒无常 你压力很大 但是他在工作当中 教了你很多知识 机会难得 所以你是继续忍耐 还是选择离开 这个可以有第三种答案吗 我会继续在公司里面 继续待下去 继续学习 但是我会努力提升自己 让自己做得更好 就让上司挑不出我的毛病 他就不会给我太大的压力 就不会继续苛折我了 我觉得是做到 自我的一个提升 加一个困难 像老杜这样的人 他发脾气不是因为 你做得不好 可能他今天喝酒喝得不顺心 就给你发脾气 怎么办 这个也没有问题 有些人他能力大 他脾气就大 我作为能力没太大的人 我就听他 让他发脾气 然后平时多学习就行了 资历比很多应届生要成熟一些 那么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虽然是选择了一个被动的忍耐 但是他心里是说我要学习 我要找机会 所以我觉得在回答这个问题上 他还是得分的 对吧 但是这个情商题本身来讲 选择忍耐和选择离职 都不是最好的答案 大部分职场的人是选择跟你一样的 就是忍 忍得不行了我就离职 尚风总 我说一下 我不赞成东书的观点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怼他 对 我完全不赞成 你为了反对而反对 你这个过时的人 不不不 成就的 腐朽的 过时的 你对一个职场小白 让他去反过来 去影响上司的脾气 让他怎么改变 你就像脑肚这种 他能改变吗 来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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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要说啊 自立 我知道你曾经在职场上 因为断东给你的建议 被辞退过一回 是吗 其实就是我们老板 开了一个会议嘛 就是说要求大家 就是给大家打鸡血 讲的就是心灵吉他 老板又要求我们 写一个心得笔记 那我当时就洋洋傻傻 写了几千个字 然后说这个就 就指出了问题的究竟嘛 我当时觉得 我这个是这番实践 可能得到老板的赏识 结果老板也另把我开除了 就这么一回事 所以说你看杜老师笑的 企业家有时候给出的建议啊 当然我不是说 断东给那个建议 就完全是错的 在就像小叶说的 自信得正确地自信 他自己对自己的这种认知 是有很大的偏差 比如说他的学历 虽然说他认为读书好 但是学历没用 可是实际上就在职场 就是敲门砖 然后第二个呢 对于他来讲 自己在职场里面 如果说有二十多份 职场经验 到今天为止 他才二十二岁 这个对他在职场 有职业化的发展 非常不利 其实他学会去归零 能够认知到自己不足 脚踏实地 重新开始的时候 才是他真正的职场成长 和拥有情商和智商的时候 来吧 刘登的五位企业家 面对这样一位 职场经验 并不丰富的求职者 你们愿意 给他一个机会吗 来 请选择 送你一句话好不好 小伙子 找到一个公司 在那里待一年 干一年 至少要干一年 就是保底一年 去研究他的管理 规则 规范 制度 把这些搞清楚 搞清楚了以后 然后你再知道 什么叫职场人 我最后给你个建议好吧 记住他的前半段 但忘掉他的后半段 找一个公司 去干一年 但不要去研究他的制度 我害怕你又要写 洋洋洒洒几千字 看看你身边那些 工作了五年以上的人 在这一年当中 他是怎么干的 好吧 感谢你来到菲尼莫属 再见 其实今天收获还是挺多的嘛 就在这个节目上 我就明白了 自己存在的一些不足 有一时的成功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收看节目完整视频 关注菲尼莫属职场大学公众号 免费领取沟通课 学习如何与上级沟通 提升你的职场能力 报名参与菲尼莫属 请将求职简历 发送到 菲尼莫属全聘at126.com 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企业家 想通过菲尼莫属招聘人台的话 请将您的企业简介 工商信息 发送到 菲尼莫属招聘全聘at163.com 好了 本期菲尼莫属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陪伴和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传递生活正能量 天津卫视